我估计大宝哥这把 如果说再输的话可能要换人了 我还有一个顶点取消 本数字直接取消顶点来了 这波血量是足够的 虽然说卡克的指令头超杀被修正伤害 但是还是可以的 再看一下克拉克对战何持 两气打一气 卡克的招设计的还是比较好看的 对吧 好吗 嗯 哇赞没中 哇赞没中 哇这边好 这个粉杀鸡打了一个寂寞 下方的血量相差无几 大表哥 哎我去老二现在跳蹄地下肢成功 有没有 两气 完了完了 两气的摆卖 在这的气 老二没有顶得住啊 OK 咱们继续来看这场 SG之战 左边是小孩 右边是一体大宝哥 本场比赛 罗伯特对战一体大宝哥 抢一局啊 谁赢了 谁被拔战 谁输了 谁下去休息啊 小孩手发罗伯特 对战库拉 革新之后 库拉实力自动压了 增强了 罗伯特实力呢 也做了一个小 稍微小点 这也是小孩婚后啊 他们两个第一次交手 哇 看 罗伯特是代表的中军 双重裂缝拳 Double裂缝拳 Double裂缝拳 Double OK 当真 漂亮 光榜 Double裂缝拳 打起来还是比较具有观赏性的 只是这里小孩的抢弹能力 更意识更强 张文维又是当时受杀 下级战B 但是这里确认出现一个失误 连斜中断了 AB回避小孩的一个 虎王拳 那现在空中打两则 几次怎么办 小孩非击反击 直接确认一个虎王拳 再取消霸王强拳 空中打波 来贵不先知 小孩受容上当了 大神是小孩中间 目前小孩血量是占有一个绝对优势啊 半血优势 右手掌声 哇靠 大表哥这个 预判了 小孩的预判 哦 有没有机会 下B战B 哇 白鸽再次防守 几次偷下盘 八神防守住 小孩现在还有两条血 哎呦 然后为兵 大德哥暴露了气了 带连段 有一颗气 不过吧 没有资源了 但是小孩体力也被他折腾的差不多了 还有机会 八神 不要慌 哇 轻腿直接取消了裂锋拳 克隆是小孩对了希望了 不过没关系 克隆的伤害在这个版本也得到了一个纸征 圣龙可以取消两剑 比赛很多人用克隆的 用那个克隆的 用其他者的比较多 大德哥刚才是想赌一个EX的纸征头 这里想要被套路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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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的双龙是可以 路克的双龙是可以消的 好机会来了小孩 机会来了小孩 双双龙带他绕一切 好机会 赢了咋 还可以 高兴他 OK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来对一体大宝哥对战大口 大口最后一条命 大口如果说能够拿下大表哥这一条命 那么大表哥就被罚战 如果说大表哥拿下大口这条命 大口就回家了啊 看孩子去了 现在的比赛 来对库拉对战大口的红丸 加油 二几条红丸 哇哇哇哇哇哇 危险了危险了 好在对方这里打不死他 进了一期二十号大口 下大表哥一踢 对战大口的第二灯了 了凡什么比赛啊兄弟啊 全黄十五啊 你看屏幕下方都有都有字啊 你不看一下吗 我为什么在屏幕下方设置滚动字幕啊 就怕你们看的不明显呢 你看一下好吧 规则比较麻比较多啊 一句两句话说不明白 咱们先看比赛 啊 怎么这样的啊 丢这样的嘛 好 好 挑战时空 压道发力 地方的库拉最后就在此血了 表哥哎呦我去 表哥这个小 AB回避 直接确凡 哇 吐了一点口水大口 现在怎么办 哎呦 不容易啊 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啊 不容易 这 这 接 倒计风暴 这是点点超杀 几次是两个点点的 烈锋去 跑提琴是大口的手底大将 他要一打二有点困难 大口 红浮洪浮洋没连上 祭司现在 回避回避还想去反对 来不及 这套连队又带走祭司了 大车地烧掉 爹被大口干掉了 现在他的儿子 亲儿子洛克胡华德 刚才那个是叫做吉斯胡华德 都信胡华德 跑提琴现在 血量跟对方差异不是很大 一眼神龙抢招 抢招成功 那现在洛克危险了 哇 神龙直接马上单发取消 动静步 又是一个直接套抄上 带上大招了 连续两套 动静步 KO的大口大口被淘汰